美國做完以外的工作 工作室 如果她來台灣置產 我覺得OK啊 只是說你如果說是 年紀大了來這裡退休是租房子 我真的要劝你要好好考慮一下 很多房東怕她們獨居的人 有一些生病或者是過世在裡面 那房子就会变成比较不好租出去的房子 在台湾每七个人就有一个人是老人 2018年每四名老人就有一个人租屋有困难 房东怕他们死在单位令楼价大跌 没有钱、独居、生活质素没有保证的老人家 被迫成为下流老人 在城市之中只能够寻找可以妻身的角落 林婆婆今年79岁是一名菲律宾的华侨 1980年代来到台湾打工三十多年 一直住在只有40尺的单位里 去年被迫迁后一直找不到屋租 最后得到吹妈妈基金会的帮忙才搬到这里 我很喜欢这里 不过在旁边有时候有点吵 以前的房间就像前面的空间这么大左右 我五十多岁来到台湾打工做清洁 因为我爸爸当时在菲律宾 要帮他医病 后来七十多岁的他身体转差 工作不稳定 住了23年的房东 就开始逼他搬走 房东跟他说要整休 可是阿姨有发现其实他们没有整休 房东想逼我搬走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就用备用锁匙开门直接把我房间的雪柜搬去给人 傻眼就是傻猪儿 他的冰箱不见了 这冰箱是他买的 不是房东原本付的 在台湾 林婆婆的个案并不是特例 既曾买不起房子 在租屋市场又饱受歧视 翠妈妈基金会调查发现 在和他们合作的一万多名房东之中 愿租给独居老人的 只有0.45% 也就是说 几乎100个都未必有一个房东 愿租给独居老人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房东会担心年纪怎么长 是不是会在我乘租的房子 他在房子里面发生什么意外 这样子 因为没有收入 是不是有人稳定给房租 让他稳定居住在那 也是一样的影响 台湾对老年人租房子是比较不友善的 因为毕竟台湾人还是有一种概念 就是要自己 以后要有自己买房 对 按到四五十岁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也买不太起来 对我们来讲都很困难 一些老人家 如果没有年轻人一起租房的话 也不太好租得到 台湾有超过八成的人拥有物业 只有大概一成的人依赖租屋市场 而当地鄰近公屋模式的社会住宅 因为在2011年才开始推出 占市场的比例只有0.09% 全台湾应该要 会有33万个家庭 弱势家庭 目前五年只盖了四五千户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是给弱势家庭 百分之七十是给年轻人 台湾是在整个社会跟经济资助 是随美国走的 是市场解决 那我想香港是因为当年有英国的社会福利的传统 从麦里浩就积极的推公屋 社会住宅的轻建比率不足 但是台湾的空置房屋比率又很高 所以政府就出手在民间招外心房东 透过税行的优惠吸引民众 所以限制的住宅承败给异房东 代办租屋管理住宅 我们常在开玩笑 政府自己都不当爱心房东 你怎么期待民间那种 那个在商严商的市场里面的 包租工去当爱心房东呢 香港的公屋是以老人优先 台湾的公屋是以年轻人优先 整个住宅政策为什么讨好年轻人 其实是跟选举政治有关 因为中间选民年轻人可以左右 最后选举跟当选跟不当选 在那边开玩笑就是说 台湾是香港年轻人的天堂 因为年轻人上楼非常困难在香港 但是在台湾 年轻人要上楼的机会比在香港大 就是说那种社会住宅跟公屋 我曾经碰过有个案组 那房东看到他的先生过世了 就开始下租客令了 他说我有钱啊我可以付给你啊 他们就会担心你 哦我这么漂亮的房子 你要是死在里面 那我以后房子租不掉怎么办 那另外一种刚刚说的下流老人 所以他们的流动率 就是往上的流动率 根本就是不可能了 他们就必须要流动的在这个市场 不断地去变换他们的居所 那变成是越来越差 那可能到最后我们就会看到 他们就住在那个小小的房子里面 对也没有人管 虽然说你还是有一定的补助在身上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 是一种有钱也租不到房子的 一种很可怜的境界 只是说你如果说是 年纪大的来这里 退休是租房子 我真的要劝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就是你的经验能力再好 都有可能会被房东拒绝 当我们无法避免年老 我们还有没有居住的权利呢 访问当日 林婆婆原本答应出镜 但怕日后再租屋的时候 房东会找他麻烦 最终都要求我们要打格处理 房东的威力 在这些格子上可见一斑 家的家去不去 当然人家关心我愿意 但是我想他们关心也是很辛苦 他们要好的话会接我 对不对 这里就好像香港的深水埗一样 是贫穷和老年人口的集中地 在一万的居民里面 65岁以上的长者比例达到15% 当中的独居老人就有100位 都拿回去 好 奶奶我想知道你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 二十多年快要三十年 他们有他们的东西是放在这里 出去住 他常常的说 我要接你来住一住 嘴巴这么讲又说 我说好啊 也没有来就好 那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的 他一定有他的苦衷啊 自己快乐 找快乐就好 政府的补助很可怜 年轻的时候当兵的钱 到现在一个月一万多 不够又怎样 就这样 是我厨房但是我不会烧饭 白样子 我一个人煮什么饭呢 煮一口饭剩下了 倒掉还不如买东西吃 情传期不是特别的例子 独居路人一日三餐 就是他们最大的烦恼 不过南机场最特别的是 他们兴建了一个社区食堂 让情传期这些老人可以去吃饭 阿伯 你吃那么少了吗 我们拿着名文 还有名文 这个食堂2011年开始建成 而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这里的理长 方学生 这个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共餐的社区 那每天共餐多少 我们现在目前每天 中午跟晚上加起来 超过250个餐 十年有了 吃饭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开始 理长就是开我家 又不会烧 天天都在街上买着吃 他说那你到我那边去吃好了 每一天的九点钟 食堂就会开始准备 但是因为材料都是当日 由菜饭和超市送来 所以厨师都是当日才知道要煮些什么 刚刚不够 那他现在送来这样就够了 除了共餐之外 食堂更加有送餐给身体不变的老人 也有一些行动自如的 就会自己过来拿 10元鸡 你外面买一碗白饭 三个菜 就不能够咸咸 可不可以吃的了 当然不好吃了 这些是给老人吃的 所以他不客气 看到这个好像超级市场的货架 但是其实这里是他们社区食物银行 为什么这里已经快没有东西了 现在三点半 如果你一点半来的话 这里就满满的东西被抢光了 被拿光了 自己看 看你要什么 这个是饼干 养生菇也是20点 像这个的话是加勒服的 到9月这个月就到期 所以说他们要丢掉 我们可以拿来这个月就拿来吃 来这边也是要精打气酸 资源分配不关是贫穷的根源 所以方河生拒绝在派米派日用品 反而和公司、超市、工廟、面包店合作 将捐助的物品放到食物银行 和共享冰箱里面 每个月向约细的会员发放500点 让他们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物品 自己挑的原因就是 我们发给他们不见得他要吃 很多人只是想说我帮助你 我就给你这个东西就好了 可是给你这个东西不是你要的 方河生和老人的关系就好像亲人一样 因为他的爸爸是第一户搬进来的住户 他想帮助弱势老人 但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做理长 因为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照顾他们 一年送走了几十名在家孤独死去的老人 老人在吃的东西上面 大家都随便吃 所以医生告诉我说 从吃饭开始照顾 那因为也因为没有人相信 募资找预算找钱 对我来讲是最痛苦的 我就是拿自己的房子去贷款 因为还有很多间房子 快要新台币一千万 那你觉得值得吗 值得啊 他还有好多天要吃饭 所以我说一天叫做办活动 五天才照做照顾 你不解决老人也是会在家里死掉 没有人知道 很多的服务的方式都可以被复制 从吃它可以发展到很多的照顾 而不是只是一个便当而已 你的邻居关系 你的社区关系都没有 你还是一个人关在那间房子里面 我自己想着说 我们是一个照顾网络 包括老人小孩 不管你妈妈是新住民 新移民越南大陆的 包括你是残障 当人人都说住得好是说空间的大小 但是方何生选择由社区入手 如果社区老化和贫穷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他希望让不被罕见的人 也有居住得好的权利 香港的朋友 这一间你们要住十个人 我们住两个人 这个套房 然后他有自己独立的卫浴 别以为记者带大家来看示范单位 其实我们是来到台湾的青人共居 台湾面对人口老化问题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占总人口14.1% 新北市政府在2018年 参考了德国的做法 将公寓单位的租金 以市价八成 租给七清三文 那究竟有多划算呢? 记者一于去看看 今天他们还面试一些新的住客 我就带我的申请表 看看他们究竟收不收我 好紧张 你好 慢着记者我这么诚目 面试之前 当然是一早跟其他人收了风 我觉得这边很舒服 因为它特别规划了三个区域 又有时又有听 那个时听又有工作的地方 然后又有玩 那你悄悄跟我讲 他们刚刚问你什么 我准备一下 好 那你会先教你自我介绍两分钟 两分钟时间介绍你 为什么要来我们这里 我叫袁志明 然后因为香港呢 现在有一些青年跟老人工具的计划 然后自我介绍完 然后他们就会问你说 就是你有没有 之前有没有类似的工具的经验 因为你刚刚聊到说你下班时间都很长 对 可通常下班很晚的时候 你要洗澡啊 洗衣服啊等等 那我早上才洗啊 早上才洗 对我早上才洗 我可以的 重点不是有几点都洗澡 重点就是我游洗就可以了 最困难我觉得应该是 如果发生冲突要怎么解决 假设现在你住在里面 然后现在有两个人正在吵架 你会怎么样去调节这个 那请他们先喝杯小鱼受邀啊 都要先请喝 对不对 先吃东西 让他们轻松一下 消气啊 对 先消气啊 我们明天开始都在吵架啊 闻到这么仔细 是因为老人和青年的生活习惯 完全不同 在共居的过程之中 室友的协调非常之重要 那我刚刚印象比较深刻是说 他有一点不爱干净 他说他可以早上在洗澡 我也早上洗澡 我是比较介意 那他可能要分配到比较没有洁癖的室友 对 那个很重要 在面试前看到他的个性 也是会比较积极和主动去协助其他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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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一锅 这一锅是冰糖卤肉 这个 这个 你可以聊这个 嗯 可以 幸好我刚才有帮忙煮饭 洗碗 不好意思 其实是旁观 悄悄地跟我们讲 你喜欢的是哪一位 这个不能说喜欢不喜欢 因为你刚刚开始生活没有在一起 你住进来你才知道他的优缺点跟生活习惯 我平常我也不关 常常忘记会关灯 谁看我没有关 他们会帮我进来关 Peggy是第一届入住青人共居的住客 住了两年 但是过往因为没有共居的经验 和住客曾经闹得不愉快 有一天下过好多天的雨 我就想说 啊 出太阳了 我就把衣服 想逛一逛 想要晒太阳 那个室友就跑出来说 很难看的 你这个衣服为什么晒在这里 这样就吵起来了 后来九楼介入他们 给他们换房大洗牌 他们也都学到在这里住 要共同定立和遵守生活公约 也都要放下年龄的介替 我们每一个老人都有一个睡眠障碍 可是你不能因为你老 你年纪大 就要我们要听你的 那我为什么没有搬到那些养老院的地方 你年纪大的人 在跟那个病病啊啊的人在一起 你的人生是黑白的 可是你跟年轻人在一起有活力 你就会觉得很有活力 就变成彩色人生 Peggy老公肺善癌过生了十年 他一直跟儿子同住 后来儿子结婚之后 Peggy就觉得要搬过来 结果我儿子生气了 他就说 你自己有家 你这样搬出去 人家会误会说 我这个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儿子是住在哪里的 走路15分钟 骑机车5分钟 那为什么走路才15分钟 你不住在儿子那边 那我这样搬过来 他们也自由我也自由 我也不用煮饭给他们吃 对不对 我感觉外国人放得开 台湾人还是放不开 什么妈包什么什么很多啊 我有做玩具银行的志工 社会局的志工 然后卫生局的志工 毒品房子 七个单位的志工 在共居的过程之中 尊重别人的空间很重要 所以平日各自忙碌的他们 周末一有时间就会聚在一起 我就只是在玩乐中去度过 可是如果我选择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方式 新鲜以外 那我还可以去了解 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下 我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代沟 以及我们年长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台湾房东因为怕长者死在自己的单位里面 而不愿意租屋给长者 政府希望透过补助青银共居 用大概一千元的港元租给住客 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很特别 它是一个山峡 山峡还有老街 然后也有一个新的大学城 那我们就觉得这边很适合做一个 清银共居发展的一个基地 那因为它是有新跟旧的结合 现在除了台北 高雄也都开始利用空置的单位 推行共居住屋的模式 当然是还不够 那当然就因为还在属于一个 比较试验前期的状态 我们不是一个照顾的机构 所以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 他其实来这边能够独立的照顾好自己 清银共居只是一个居住的选择 让这个社会看到说 原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你以后年纪大了 那我不一定要一退休 我可能就去安养机构 我也可以跟我喜欢的室友 然后一起去生活